大多伦多地区学区房怎么买 好学校在哪里 大家好 我是Prisisla 我是多伦多地区的地产经理人 今天我就来手把手带着大家一起来做买学区房的功课 我们首先呢 界定一下我们今天的讨论呢 只围绕着以就近读读为原则的这个功效展开 私立学校是没有学区的概念的 学生呢只要成功报读就OK了 学校是不关心学生的地址的 那么对于功效来说呢 如果我们借鉴大家最常引用的这个飞沙排名 Fresla Institute呢 大家就会看到排名靠前的学校啊 往往是跟这个亚裔聚居的社区呢 是息息相关的 特别是华人聚居的社区 有一点呢大家一定要清楚 就是加拿大政府啊 他在对这个学校的硬件的投入啊 和师资的这个配置上啊 他是无意打造所谓重点学校的 那么好学校跟什么相关呢 是最相关的因素啊 实际上是深远 亚裔的家长 特别是华人的家长啊 通常在对子女的教育上呢 是投入了大量的时间 金钱跟精力的 那么除了对孩子的这个学业抓得很紧呢 也会带孩子们去上一些 补习班啊 兴趣班来注重文学啊 数理化和英体美各方面的培养 这个就比起采取散养策略的 这些其他族裔的家庭呢 孩子在各方面的表现呢 就来得更优异一些 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就是 好学校是跟这个族裔的文化更相关 跟人群更相关 好 那听到这里 你可能跟我在以下这一点上呢 就有同感了 我往往接到一些就是新移民朋友的要求 说我千里迢迢来到加拿大 我一定不要在华人区里炸堆 我要生活在主流社区 我要跟白人生活在一起 要不然的话我留在国内就好了 但同时呢 你一定要帮我找一个好学区 那听完我们之前的那一段的分析 你是不是就能够理解 这其实是一个不太容易达成的愿望 为什么 因为好学区往往跟华人聚居的程度 是线性正相关的 好 接下来我们就手把手的来看一下 我们怎么寻找好学校 怎么选定好学区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实战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张地图呢 其实就是大多伦多地区了 那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说 就是很多时候好学区呢 实际上是跟这个华人的聚居呢 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好学校呢 比较集中的几个城市啊 实际上是在约克区的这个万景 Markham Richmond Hill 列治文山 然后呢 在西面有一个城市叫Oakville 就是在密西沙加 密西沙加 在以西一点点 这都是几个比较学校不错的区域 那今天呢 我们就以万景列治文山所在的这个 York Region 约克区来为例 讲一下怎么来找好学校 怎么确定好学区 约克区教育局呢 叫做York Region School District Board 就是它的网址呢 是YRDSB 那么当我们在这个 假如您可以使用谷歌的时候 当我们进入YRDSB呢 我们可以来到它的官方的这个网址 York Region District School Board 来到之后呢 我们可以点击它的这个School and Program 然后来到Find My School 寻找我的学校 寻找我的学校的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个根据您的地址 来选择学校 这个工具呢叫做School Locator 学校搜索器 好 这个学校搜索器它的使用呢 其实是非常友好的 在这个地图的这个地图的下方呢 实际就有这个街区 我随便举一个random的地址吧 比如说131号叫Otrahue吧 其实它下拉菜单有Otrahue Blue 在万景的这个一个地址 Otrahue Blue 那我们把这个地址输入完 城市确认对 有的时候呢 同一个地址 它可能在多个城市出现 就比如说约克区有9个城市 如果一个地址 它既在Markham万景有 也在Aurora奥罗拉有 你要确定说这个地方城市选对了 那我们现在这个是对的 我们这个随便找到的这个地址呢 是在万景的 然后我们按Submit 立刻它就出现 跟这个地址相对应的学校 比如说这个它学校 它的小学呢是Castle Mall 它的这个法语 城庆式教育呢 是Victoria Square 然后它的这个高中 是P.A.A.L.A. 楚豆杜鲁多高中 好了 这就我们立马能够找到 任何一个具体的地址 这个时候它对应的学校 所以你在看房的过程中间 如果你看到了一个比较不错的房产 然后你想确定它的学校真实 那么就可以来这个地产局的 来这个教育局的网站 我们今天是以约克区为例啊 当然你有可能其实找的是 密西沙加的学校 或者是东面像杜兰区 奥沙瓦的学校 但是在各个区 它的教育局的网站下面 找这个对应的学校和学区 这个原理是大同小域的 我就不一一做演示了 好 那么我们已经找到它对口的学校是 小学是卡索莫 高中是P.A.A.L.A. 那这两个学校他们各自的排名又如何呢 我们可以来到 Fraser Institute 就是大家经常提到的飞沙排名 好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Fraser Institute 当我们这个时候选择 School Ranking 学校排名 它这边是既可以让我们寻找小学 也可以寻找高中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小学吧 我们刚才说小学是Castle Mall 看到了吗 Castle Mall Public School 好 立刻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的飞沙打分是8分 然后它的排名呢 在全省全安省3037所公立小学中间呢 排名第301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学校 好 高中我再演示一下 如果是杜鲁多中学的话 我们先把这个Elementary School 变成Secondary School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建议说 LA Trudeau 下来马上找到他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PA LA Trudeau 杜鲁多高中 打分8.8 飞沙打分8.8 Rank739所 全省700多所高中中呢 它排名第12 这也是相当不错的学校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已经学会了 怎么能够根据某一个地址来找学校 然后学校的排名怎么来查证 最后呢 我还想演示一下 如果我知道了一所学校 但是我又很想知道它的学区在哪里 然后比如说我已经想好了 我就是子女想上杜鲁多高中 那么我想在杜鲁多高中的学区里面找房子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操作呢 那我们用的是另外一个办法 这个时候呢 我们同样来到school program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找school boundary就是校区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来看杜鲁多中学它的这个学区 那杜鲁多中学呢是个高中 那我们就点击find your secondary school boundary 找我们的这个高中学区 我们点击这个 然后呢这是杜鲁多高中的 我们刚刚知道是万景的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找到 它是T牌头 Pierre Elliot Trudeau 我们可以找到这一所学校 那Pierre Elliot Trudeau的校区 就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最左是去到wood by 最北呢是去到Algamy 最东在McCowan 然后最南呢来到来到16街 这就是我们这个杜鲁多的这个学区了 那么如果你想孩子去杜鲁多中学 就告诉你的地产经纪 请他在这个范围内搜索 还有一个办法呢是可以找到学区的 那么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完这个 这个某一个地址 然后他告诉你说对口的这个学校 下面是Pierre Elliot Trudeau 我们也可以很快的很快速的 在Pierre Elliot Trudeau的这个旁边 边上右边我们可以看到 Boundary Map学区图 你点击这个看到的跟刚才 是一模一样的地图 好那今天的这个学区的寻找呢 就接下来到这里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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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